健康探索號再次駛到我們新聖財經台這個講口 沒錯 陳芯兒在這裡繼續和大家一起關顧一下我們不同的健康問題 而我們這個探索號通常都會比較關注到男士們的身體健康 因為我們覺得不是說男士不懂得照顧自己 但有時可能有些健康問題上會忽略了 可能有一些資訊提供給大家的時候 希望可以令你更加關顧到自己的健康 所以今次我們講到男士要正視 當然是講你的前列腺健康問題 講到前列腺癌這件事 今次陳芯兒請來臂尿外科專科醫生 就是林耀宗醫生和我們聊一下 林醫生你好 芯兒你好 林醫生 講到前列腺癌 其實我見你之前就找過一些資料 發現也有一些坊間統計 就說這個前列腺癌發病和死亡的數字 在10年間說的是2011至2021 數字上就是急升 其實會不會有什麼特別原因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前列腺癌 越出普遍在香港 最新的數字 男性的癌症裡面 它是第三大上見癌症 死亡的癌症是第四大 我們看到那個原因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香港男性的平均壽命 越來越長 所以我們發覺他們發現有前列腺癌 甚至因為死亡的一個機會 也會慢慢增加 這個也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當我們活在世上多時間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機能 可能就會有些不同的問題出現 這個也是一個原因之一 但是很多人聽到的時候 其實只不過是說年紀大 不是因為生活上高 或者環境上面 令到男士們有前列腺癌的風險大了 是不是這樣的原因 其實很多不同的一些研究 都想看看究竟有什麼原因 或者有什麼因素可以預防 因為我們原來找到有一個原因 是會導致前列腺癌的 我們避免了它便會減少 但是到現在為止 其實我們只找到 譬如說種族、家族遺傳、年齡 這些是一些原因導致還到前列腺癌 但是都是這樣說的 我們要關注個人的健康 避免吃飲酒、生活正常、飲食好 這些都是需要做的 但是沒有一個很強的證據 是某一類型 剛才我說的東西 是可以預防前列腺癌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 都會聽到身邊的朋友去講 或者坊間總會覺得前列腺癌 年紀比較大的男士 老人家才會有的 或者相對地覺得 這種癌症其實是沒有那麼兇的 或者去到那麼長的年紀 我活得夠老 就會有的 所以不用太關注太擔心 臨床上你遇到的病人 會不會仍然這樣想 還是其實都只不過是一小巡人這樣想 其實坊間有很多說法 也有很多病人也好 人士也好 都有你剛才所說的一個想法 我想強調這個說法是部分正確的 不是全部正確的 首先說回來 我們是不是說年紀大就會有前列腺癌呢 其實以前有研究做過 我們拿了很多男性的屍體去做解剖發炎 我們發覺80歲以上的男性 其實超過80%前列腺裡 會有大大小小的癌症 問題就是那些癌症 未必每一個都會令到我們致命 或者影響到我們 這個說法是正確的 即是我們活得夠長久 我們就會前列腺裡有癌症 但未必那個癌症會致命 但問題就是 那是不是就等於代表前列腺癌 其實毒性很低 不會影響我們呢 這個也不是正確的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它也是一個癌症 也是一個大家庭 有毒性不高的癌症 前列腺癌 也有毒性高的前列腺癌 我們真的需要仔細去看看 譬如說 驗血裡面的前列腺指數 抽組織 驗前列腺癌裡面細胞的毒性 甚至乎有再多樣不同的檢查 才可以幫我們分開 究竟那個前列腺癌 算是毒性低還是毒性高 所以如果很多時候坊間的一些說法 就說前列腺癌 基本上不會影響我們 我們甚至乎不需要理會它 這個要小心 暫在我們被癌外科專科醫生的立場 其實我們都會鼓勵大家 要關注自己的男性 尤其是前列腺癌的風險和健康上面 我們既然叫得他們小心 有時候就這樣說 可能未必足夠 我們又嘗試再詳細分析一下 剛才林醫生提過 有些所謂毒性高一些 毒性低一些 其實我們不知道自己 第一件事 一個人不去檢查 不會知道自己有什麼癌症 當作是前列腺癌症 如果真的有個人 也不知道是毒性高還是毒性低 我們先說 例如毒性高那一班 因為有些老人家 我活動也差不多了 我不搞那麼多了 你要醫治又要我做這件事 又要我做那件事 都是我身體辛苦的了 我任由他陪著我就算了 但他不知道 萬一遇上毒性高的時候 未必真的 簡簡單單 他陪著你 他不會搞你的 他會怎樣去搞你 怎樣影響你的身體 如果真的要確診前列腺癌 其實我們醫治呢 我們除了醫癌之外 我們還要醫治病人 我經常跟病人說 我現在是醫治病人的 所以我們要考量 就是病人的年齡 他們身體的狀況 有沒有其他病痛 譬如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原來真的是80幾90歲的伯伯 有很多內科病的 很明顯完全不是一個合適做手術 甚至乎有其他侵略性高的一個治療方式 而有確診了前列腺癌的話 我想最主要的方向就是 看看他癌症的一個程度去到哪裏 究竟是擴散了還是沒有擴散 有沒有病徵 最主要就是用來一個舒緩的 就是希望他繼續生活下去 沒有特別說不舒服 譬如骨痛的情況出現 這個就是最主要的醫治方針 但如果不是 原來都是六七十歲 身體狀健的話 然後確診了前列腺癌的話 這個情況就跟剛才我講的例子 自然不同 所以醫病的話 除了看病情之外 最重要就是看病人年齡 身體狀況 我們才可以籌劃得到一個 比較全面的一個醫治上的計劃 明白 當然林醫生說得很好 有時候不只是醫病人 是醫病人 看每個病人不同的情況 有不同的醫治方法 沒錯 可能坊間有些朋友就會覺得 我有這個前列腺癌 我不想搞那麼多 是因為我不想開刀 醫生 我不想搞那麼多事情 我都這麼大年紀了 但其實我相信外科的手術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方法 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幫助 令到大家知道病本身 可以幫他治療到病 可以幫他治療到病 也同時令到他的生活質素可以保持 沒錯 其實基本上是否不同的奇數 他們的醫治方法 又加上病人 即他自己的狀態 而有不同的醫治方案 沒錯 簡單來說 我們前列腺癌 可以分為早期前列腺癌 即癌症只是局限在前列腺裡 比較差一點 原來前列腺癌 已經吃出前列腺的包膜 甚至是晚期前列腺癌 已經擴散了 身體其他地方 譬如上肩是骨落 試說早期前列腺癌 通常醫治方法有大約幾大類 如果真的非常早期的話 可以有一些叫醫學監察 即是定期去看醫生 去看看前列腺 無論是血液上 前列腺指數 病理學上 譬如定期取組織 甚至乎是指探摸下去 有沒有硬化 有沒有變化當中 看看病情有沒有惡化 適合一些比較早期前列腺癌的病者 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看看病情有沒有惡化 有沒有惡化才醫治 如果沒有惡化的話 就繼續跟進 它就避免了一些 我們稱為over treatment 即是醫治太多 而醫治上也會被它帶來後遺症 但如果不是 早期癌症 但也不是那麼理想 可能毒性高一點 雖然它也是在前列腺裡 但也會擔心 治療方法通常現在香港有兩大類 一就是手術 通常我們現在都是一個微創的方法 即是被協助 將整個前列腺割除 另一個方法就是電療 通常在香港就是外在的一個 輻射的電療方法 現在比較新式的方法 就比較少一些病者合適 但也某部分病者 可以做到一個局部的前列腺癌治療 可以在一些高頻度的超聲波 又或者在一些急凍治療 這個方法也可以 所以要視乎每一個病人的年齡 他們想有那個療程達至的效果 接受到不同治療的後遺症的程度 和他們的病情 而選擇不同的治療方法 如果你說不是 已經是去到比較差一些 擴散了去譬如是骨落的話 最主要現在一線的治療 就是一些男性荷爾蒙抑制的治療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抑制男性身體裡面的荷爾蒙 令到我們的前列腺癌受控 它可以立即譬如說有骨痛 有病徵的話 是可以得到舒緩 也可以延遏到病情 我們發覺原來平均數 大約一兩年左右 可能有前列腺癌 有些就開始不受男性荷爾蒙的影響 也有相應的一些二線的口服荷爾蒙的治療 甚至乎有一個再新式一些的 不同種類的治療 包括化療一些標靶治療都有存在 所以醫治方式是很多的 聽林醫生這樣 就是幫我們如數加珍的發言 就真的不太遺疾 而其實遇到這個前列腺癌 都有很多方法去幫助我們 無論是真的治癌好 又或者是保持我們的生活質素 甚至乎我們所謂的治癌病人 也很喜歡醫生說的這一句 希望大家先走出第一步 就是千萬不要去理他 因為有時身體跟我們說話 跟我們說話的時候 我們都要回應他 雖然說我們亡常高很方便 很多資訊讓我們知道 但有時的資訊究竟是真還是假 又或者有些事情會不會誤導我們 令到我們 譬如好像今天講的這個題目 因為這個病 就延遲了 不去理他 剛才提過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治療 但是前列腺癌 要講到起上來的時候 都是很多時候比較晚期才會發現得到 現在還是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見前列腺癌 真的有病徵的話 可能病情會比較差一些 即是可能擴散了 去到骨落 令到骨痛 真的前列腺癌很大 小便 有問題 小便出血 這些是比較差的情況 而且的確 早期的前列腺癌 很多時候本身是沒有病徵 而通常去小便不舒服 柯小便差 那些是本身前列腺增生 而令到男性有病症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 原來可能男性有早期前列腺癌 其實他是不知道的 明白 很多時候你臨床上都見到的經驗 就是找到醫生的時間 已經是有什麼情況出現 所以才會有一個關注 很多時候我們見到 譬如說早期前列腺癌的病人 來看我們都是因為 譬如說其他的人不舒服 譬如說前列腺增生 譬如說可能是尿道有問題 譬如是尿道癌 真的影響到生活 甚至乎有其他被尿科的問題 跟著我們跟他做生態檢查 跟著譬如說摸過前列腺有硬快 擔心 這樣跟他檢查下去才發現得到 所以我們都鼓勵 譬如真的有不舒服的去看醫生 甚至乎如果沒有不舒服的 譬如說家族有前列腺癌的病歷 病歷的病人 他本身前列腺癌患癌的風險高些 甚至乎原來上一年多 譬如說男性過50歲 做一些生理檢查的時候 跟醫生談過 最重要是知道 原來我做這個檢查 背後的目的和原因是怎樣的時候 都鼓勵他們驗一驗 譬如說前列腺指數 看看他第一 指數有沒有超標 是不是擔心有前列腺癌的風險 第二更加重要 就是就算他不是超標 其實他本身的水平 都可以預計他將來 十年以後患癌的風險 所以其實由這個檢查來說 其實對於資料檢查 甚至乎衡量那個病者 有沒有前列腺癌的風險 其實都頗有作用 明白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尤其是最近這幾年 我們都會說到 搶癌希望西茶的普茶 會可以越來越普及 前列腺癌 講到男士 有沒有說去到幾歲 去驗一下這個前列腺指標 都是值得的 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在歐洲和美國 都有兩個很大型的研究 去看看 究竟前列腺癌 西茶 是否一個我們值得做的行為 其實尤其是歐洲的研究 找了很多過十萬個人 去做一個西茶的研究 歷時超過十幾年 他們發覺其實慢慢 近這一兩年左右的結果 他前列腺癌的西茶 比較接近女性乳癌的西茶的結果 但是暫在這一刻 都還沒有一個很強的證據 我們現在都鼓勵 或者值得做一個前列腺癌的西茶 但是我也都在寄望 那個檢查一直下去的話 update result 就是一直看回最新的進展 會有一些再新的一個數據 去支持這方面 但是雖然是這樣說的話 我們都會支持 譬如說有不舒服的看醫生 又或者家族有歷史 是高危害的分子 甚至乎剛才說了 有醫生說了 抽血炎那個前列腺指數 那個原因 還有背後我們之後 要做些什麼的時候 我也鼓勵五十歲以上的男性 去做多一點這方面的檢查 譬如說前列腺指數的檢查 去看看自己的身體有沒有毛病 明白 希望我以下個人言論 不會構成性別歧視 林醫生 其實我有一時覺得 藝士們比較極端一些 可能有些真的比較關顧自己的身體健康 一聽到原來有這個前列腺指數的 一個驗的方法 可能我過五十歲 我都真的考慮一下 我希望自己身體健康 那就要做這個 但有些可能 就算有病徵 不關事的 熱氣 又或者是 可能我吃肉吃多了 總會有些不同的原因 令到自己去延避 男士的性格 會不會影響到前列腺癌發現的 這個時間 絕對絕對會的 不是特別歧視 不是特別歧視 這個是臨床見到 很多時候男性 我不可以叫為責醫 不過他們可能是工作的關係 可能是很多不同的原因 就算他們有不舒服 很多時候他們都不會及時去求醫 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譬如說有小便的問題 可能小便比較困難 甚至乎小便有血 很多時候他們來看醫生 不是因為他們自己來看醫生 是因為身邊的太太 女兒抓他們來看醫生 這個是經常見到的事情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這樣 驗了醫治 有時原來你早些發現 早些醫治是好些 但原來遲了 可能對於醫治上 會比較困難了 或者腹腔方面 可能會漫長了 也不一定 所以我也很鼓勵 而且真的有不舒服的 真的盡早求醫 是會真的最好的 明白 剛才你提到 就算說小便有血 不是說一見血 就馬上會去跟家人說 去看醫生 我聽你說 都試過見過病人 是當沒事也好 或者收起來也好 都真的一段時間之後 才去求醫 真的見過一些比較極端的例子 是來看醫生 是因為小便有血 那問病歷 原來都療了差不多三個月的小便有血 這個是會比較 如果我相信大家 比如說見到自己小便有血 都是一個比較 令人害怕的病徵 但真真正正是有病人 是會療了三個月的血 都不來看醫生 當然這個例子是比較極端的 亦都不鼓勵大家 那麼久才去看醫生 其實很多時候沒有辦法 男性可能是這方面的敏感度 又或者有很多不同個人的原因 而令到他不想立刻看醫生 這件事我希望藉著這次的機會 希望大家多關注自己身體的健康 及早求醫 很多時候我們 我經常跟病人說 你做很多檢查 其實不代表所有的檢查 我們希望回來是有問題的 其實檢查了 我們回來是沒有問題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 對於病患者對於家人 都是一個安心 所以檢查上有病 我們去醫病 但如果沒有病的話 我們也會安心 所以這件事都應該盡早去找醫生 如果有不舒服的話 是的 還有來到節目尾聲 剛才我們在廣告時段 林醫生也跟我談過 也要提醒大家 因為除了我身邊的小孩子 很多時候沉迷手機 或者喜歡看網上的片段資料之外 其實一班老人家都喜歡 而且他們越來越聰明 但偏偏有時候 在網上看到一些資訊 可能都真的要釐清一下 有時候聽到 究竟是否真的不用理他 反正都已經這麼大年紀 這樣就不要去醫 或者不要去檢驗 不檢驗就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用去醫 有時候有這些說法 我們都真的要再提一下 我們的老友 千萬不要這樣想 其實很好 是的 因為我看到網上 可能有很多標題檔 標題有少許 可能有時候想吸一下流量 那些 我也見過 其實前列腺癌 譬如前列腺指數 不如不要理他 不要醫治 或者即食症 根本不檢驗也不要檢驗 因為基本上 可能這個毛病 或者這個癌症 不會影響到你 我剛才也說過 這件事要很小心 因為前列腺癌 是一個大家庭 當中的確有些是毒性高 我們不能夠說 一足膏打完一船 前列腺癌 就說全部都不會影響到 的確我們也見不少的患者 是因為前列腺癌 而令到骨痛 骨折 很多時候病者 可能年紀大 覺得以後好不以後好 都是這樣的 我們很多時候會跟病人說 很多時候不是說 我們多活多久 是生活的質素 我們就算活 我們還有多半年一年的時間 但我們每天都沒有痛 我們走得吃得走得睡得 其實我們生活過得到這些 我們就會舒服 但如果你試想像 如果每一天都是骨痛 甚至骨折 我們走動不了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人想這樣的生活 所以我很希望 就是關注大家的男性 個人的健康 前列腺的健康 尤其是前列腺癌的健康 就避免了 我剛才有說過這些情況的出現 所以千萬不要 不要理會他 這不是一個正確的訊息 所以記住 林醫生今天帶給我們的訊息 有移民就要去求疑 如果發現不是很嚴重 又或者有很少的方法 就竟然幫到自己 又可以有個安心 如果真的 我們說不幸 真的比較麻煩一點 鬧鬧一點 都不要緊 其實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幫得到 令到我們的生活質素可以保持得到 今天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繼續 我們有這個環節之餘 也要再一次 謝謝林醫中醫生 多謝你 謝謝林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